哼哈哈哈哈 哈嘍大家好 我是阿炮 那麼今天呢 我們又要來幫觀眾們 健檢啦 本來呢阿炮想說 現在應該大家都玩得滿OK的 那這個健檢或許 沒有太大的必要 但是最近這個 阿炮在我的 專屬粉絲團賴群 是有舉辦這個健檢的活動 那麼這幾天 健檢下來發現 這個健檢還是很 很有這一個需求 OK那我們今天要來健檢的 這位觀眾呢他玩的是 一個點尾燒烤流 欸蠻特別的喔 那麼這一個陣容呢 我覺得是蠻有發展性的 那麼待會的影片呢 會來跟大家詳細的說明 好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炮點一個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資訊 那我們就 陣片開始 LEGO 好那麼這一個陣容最有 看點的地方呢 就是魏點尾的 反擊了 因為他的反擊還蠻特別的 他是直接燒這個對方的生命 上限7%的傷害 就跟神龐的第三招喔 是相同的概念 那麼再來呢他主要喔 除了打出來的傷害蠻不錯之外呢 再去搭配張療喔 幫張療上一個點火的狀態 讓張療可以打出來的傷害更痛更可怕 那麼這一個陣容在前期算是比較痛苦啦 只有遇到極限神罩比較好打 那麼在前期呢是很容易被對手給秒殺的 那麼這個陣容開始強的時候 就是等你有6隻13星 然後等級突破了之後 這樣整體的生存能力就變得很高 再靠著魏點尾的第四招 慢慢的去把對手的血量給磨少 好那麼所以這個陣容最核心的兩個兵法呢 就是抗爆跟金剛喔 因為這個陣容要打反手才會比較強 那麼在燒烤流裡面的張療呢 阿炮推薦的兵法喔 首推有6個喔 有6個都很重要 那麼就是 破甲、必殺、物聯、金剛、抗爆 還有就是一個滅殺 那為什麼滅殺很重要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張療是一個單點類型的武將喔 那麼遇到現在神流輩很多 如果沒有帶滅殺的話 那代表說張療這第一回合殺死人 有殺跟沒有殺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所以這時候有滅殺就會差很多了 因為他可以讓神流輩無法復活 然後呢神流輩的復活就會浪費掉 直接把對手的阻力要順便一起踩掉了 所以如果你是玩極限張療的朋友呢 這個滅殺肯定是不可以少的 那麼如果你的陣容裡面是有配魔關羽的話 那這個滅殺給魔關羽帶的話 效果會更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整體的配置 這邊這一顆的話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喔 我們再看一下另外一顆 這一顆有更大的進步空間喔 這顆算是完全幾乎是不太適合張療的 那麼在兵法的部分呢 也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所以建議說呢先洗一下龍魂喔 先把龍魂洗好喔 大致上已經完成大概六七成 八成左右的時候 再去配兵法 OK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點尾 那麼像這邊我發現他的張療 為什麼只穿三級的套裝阿 我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張療目前呢 還是隊伍中的一個主力輸出的位置 那麼在衛典尾最重要的兵法就是 抗爆金剛反正喔 這三個算是最重要的 那麼另外兩個比較推薦的兵法就是 衣術喔 衣術跟這個回春 回春對這個衛典尾來說算是蠻不錯的 衛典尾本身這個血量體質呢 就非常的好 那麼這一開始呢 就可以直接回8%的血量算是蠻可怕的 那麼再搭上這個衣術 衣術呢這個受療的效果增加20% 所以他每回合就將近可以回10%的血量 而且呢他被其他人補血的話 這個血量呢也是會補的比較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整體兵法 這邊有配一個上級的回春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 這邊有個金剛 那麼這邊就差一個很重要的抗爆 那麼這邊配一個上級的克級也算是蠻OK的 那麼這邊最不需要的就是終極敏捷了 那麼他的衛典尾目前最缺的屬性就是抗爆了 那麼我這邊看他的兵法 這邊一定也要洗出抗爆 你血量撐再高 但是你被別人爆擊就是很痛啊 如果這整體抗爆有撐起來的話 本身這衛典尾血量就已經很高了 那就會很有效的可以大幅的去增加生存的能力 那麼他這邊直接配了一個是蠻象之力的圖騰 就是可以增加回復力還可以增加血量上限 那麼阿炮覺得如果他這邊配一個回春套對不對 那這個回的血量%數的血量 還會直接再套上一層盾 我覺得應該算是蠻OP的 可以試試看可以嘗試一下 那麼我剛剛看他這個衛典尾的素質洗得不是很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他的章療 那麼在章療的部分呢 一定要有抗爆 這邊就一定要有抗爆 那麼其他屬性你想要什麼都可以 最推薦的話阿炮是推薦可以抗爆速度 又或者是抗爆加防禦 那麼生命也是可以抗爆加生命 反正就是一定要有抗爆就對了 好在攻擊的部分 他這邊我覺得他是不是沒有看到 我有一集推薦大家寶物要吸什麼屬性 這兩條屬性阿炮也是不是很推薦 攻擊的話是OK喔 那麼另外一個屬性就一定要有暴擊 一定要有暴擊 那麼這上面這邊的話呢 就一定要有攻擊 那麼攻擊另外一個阿炮比較推薦的就是誤傷 或者是暴傷 不過阿炮本人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是比較推薦誤傷 好那我們再去看一下他其他的武將 那麼其他武將 他真的完全都沒有洗抗爆 完全是放棄抗爆了 這邊還學了兩個初級法術是幹嘛 哈哈 他的神豬要玩一個極限神豬是不是 我們昨天影片才講到 好那麼這個神諸葛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說這個陣容呢 就是要放棄速度 速度對這個陣容來說不是很大的關鍵 所以說神諸葛呢也是可以不必要去佩戴這個上級敏捷 那麼在助魂的部分呢 阿炮是推薦第一招要去稍微的助一下 那麼第三招也可以把他助魂倒影 可以增加一點奶量 好再去看一下他的助魂 這邊最可惜就是張寮的助魂沒有助魂到武 應該他要穿這個五星套會比較理想 好那我們再往後面看 那麼他這個陣容呢 阿炮是蠻推薦的喔 就是要玩一個苟且偷生 就是硬邦邦 像這個碗碗一樣的陣容 比較好發揮 所以在這一邊呢 阿炮就會比較偏向 比較推薦來配屬豬跟月鷹 那麼小喬呢 我覺得是比較不適合在這個陣容裡面的 那阿炮呢在這邊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的神諸葛的速度來到了3021 那麼他其他的陣容 其他的武將呢 速度都大概落在2400左右 所以這個就造成很大的速差 所以阿炮呢是建議說這神諸葛的速度喔 大概是落在2400左右 跟你的大部隊呢 是差不多的速度就可以了 所以神諸葛呢 就沒必要去幫他配一個雲爆迅捷的圖騰 再來神諸葛必備的兵法呢 就是一樣是抗爆跟金剛 那最好的話也可以再配上一個伊術 好我們再去看一下屬諸葛 那麼屬諸葛呢 一樣最重要就是抗爆金剛跟伊術 那麼屬諸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兵法 那就是法連了 那再來呢 屬諸葛還可以去配一些有特效的 像是你幫他配滅殺其實也是OK喔 幫忙上一個滅殺的debuff 然後再來屬諸葛還有一個滿有意思的配法 就是如果你沒有用到神龐 你確定以後的陣容裡面不會有神龐 感謝訂閱 那你的屬諸呢也可以來配戴這個 就是一個驅散的效果 驅散的兵法 那麼如果你是有搭配魔關羽 那你也是以後不打算要走神龐的路線 那麼你的魔關羽也是很適合來配驅散的兵法 那麼這些debuff的兵法你要說他不重要嗎 他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那麼這個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學起來 就是抗爆金剛衣術跟法蓮 這是屬諸必學的兵法 那麼在這個整體陣容上面呢 也是可以去做一些微調 像是你可以把這個月鷹換成神華陀也是OK喔 然後呢屬諸我覺得算是比較蠻重要的 那麼再來這個張療你是可以把他換成神龐也是OK 那麼你換成神龐的話就是 純粹就是要把對手給噁心死 但就以極限的越戰來說 就是你想越到最高最遠最沙脫 但還是配張療比較好 那麼在他這個陣容的配置上也是有一些問題喔 就是為什麼他把他的主力打手張療擺在中排啊 那麼這樣就很容易你的點尾倒了 接下來就換你的張療倒 那就沒人啦 所以阿炮呢是比較推薦在這個神豬擺在中間的位置 這神豬的擺在中間的位置也不是說特別的影響喔 所以阿炮是建議可以擺這個十兵八陣 那麼在台服就叫八卦陣 那點尾呢就擺在右上 神豬在這邊喔 不然你如果像剛剛那樣神豬擺中間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被對手的關於給沉沒了 那就很尷尬 這邊我們先把他換回月嬰好了 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正常 然後再來這個張療的部分呢 阿炮就推薦可以擺在左上角喔 左上角通常都算是比較不會被打到的一個位置 然後在左下角呢就可以來擺這個 這個月嬰復活的角色喔 月嬰或者是華陀 那麼中間呢就會去擺屬諸葛 好那麼最後呢 本來阿炮是想要來讓大家看一下他的點尾有多噁心 他我覺得算是不是說玩得非常的頂尖 但是他的這個點尾的傷害卻是非常的恐怖喔 之前阿炮有跟他打過 這是在日服168服嗎 之前阿炮跟他打我的神兆還會被他的位點尾給燒死欸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阿炮日服真的是超Lag的 Lag不知道到幾點去 感覺直接斷開連結了欸 斷開連結了 給大家看一下 點下去都完全沒反應了 那麼剛好還好看這個武將還是OK的喔 因為他一開始就有截到了 所以都還看得到 好那麼要去做其他的部分真的都沒辦法 好都動不了 超尷尬的 像這聖器也可以買 買不了 因為太Lag了 這時候應該已經算是斷線了吧 所以你們懂為什麼阿炮要冷痛的把我的這個日服的極限神照給送出去 幹我是真的很冷痛欸 我那時候玩的極限神照真的玩的超級爽 但是沒辦法 就像大家現在看到的 完全Lag到沒辦法動阿 完全沒辦法動 你看 這真的不知道卡多久 好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希望阿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我是阿炮我們 下集再見 掰掰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